上来是个大城市,寸土寸青 活人要土地,现在死去的人也要土地 而且这个墓地是越来越贵了 好一点它要几十万 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的 哎呀,我没想起来 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 实际上呢,你说不想嘛 看看人家嘛 多多少少有余的 我和我的老婆 我怎么说过 到哪一天不行了 就要不要去 什么气管子,气气管的什么强劫了 那个是多余的 都是多余的 可以多活几天呀 多活几天,可以多受几天水 人死了还要给家里留一大笔债 你还要花很多的钱 这个到人僵尸不死的时候 这个费用是很高的很高的 一天就能几万块钱 那你就舍不了这个钱了 不是说 本来就是救不过来的事情 何必呢 让病人安安磨磨磨的 没有痛过的死去 不是很好吗 要什么气管子啊 什么那个 何必呢 再说一个 如果万一哪一天不行了 死掉了 什么墨地 他是多去免掉 墨地吗 和我们后代人回来 看望你呀 你能够得到一个 安慰啊 得到个寄托啊 什么这一代呢 还讲究这个 还尽量去扫 下一代的人是 他哪有时间去扫 他们有时间吗 你还有谁在肯定会来看你呀 他们一个没时间 再一个呢 他们这一代的想法 和我们这一代的想法 又不一样 对吧 再说 你们目的 还要花去一大笔钱 何必呢 通通花会是 干脆一点 按照我的意思 不会都不用 会有这种想法的人 还是删了不少比例 很多的 我们这一代的 现在老了 已经面对现实 对吧 特别要给家里 给子女们留下一大笔 在干嘛呢 对吧 你留下的钱 给他们留下 对吧 再一个 你现在活得好好的 有这个钱 通通花会出去玩玩 不是很好吗 真的到哪里不行了 你都没用 就是上海说的 想哭了 用哭了 不想哭了 没遗憾 他们这一代人 和我们这一代人的 他们这个 想法不一样的 懂吗 我们在这边 还不少有 风波 每年还去 去上个风 扫个墨 他们这边的 有几个去扫墨 就多少年以后 就付母亲的目的 包括自己的本身呢 可能也就是没人来看起来 对啊 就是说我今天我 今天我父亲是百年 百年走的那个名字 那个 所以今天给他做好以后的 以后就是扫墨了什么的 想去就去 不想去就不去 这个也无所谓了 等我们走 我们走了 我们的下面吃的 有几个去扫墨的 很少的 现在实在进步了 不要去想 不要去想他们 要有他们 要给你去扫墨什么那个 还有 现在有点钱 能出去走 就走走 能吃就吃 能玩就玩 这个钱放得干嘛 对吧 你条件想得开一点的 能不能支援他们 就支援他们一点 你能出去 这个就觉得 这哪一点不行的 毫无遗憾 现在这个上海的目的 你说要多少钱 一块目的要几十万 那有条件的 几十万对他来说 也不是什么问题 但是人家也就觉得 目的没意思 目的没意思 我钱我是有 你目的放在那边 要有人给你扫墨吧 孤魂野鬼更卑 知道吧 说一遍 孤魂野鬼 哦 一直在给人 埋在那个地方 没有给你去上墨 有意思吧 就是说你的意思是说 在活着时候 好好地过好这个老年的生活 对呀 该怎么笑他就怎么笑他 有钱有钱的时候 该笑他笑他 该玩过玩 那你有什么想法 你的爱呢 也没什么想法 他也有这个想法 那就会达成一次了 那小孩会反对吗 小孩他们反对什么 只会认不到他们 那小孩觉得他好像对不起父母亲 对不起 我们那么过就是Fred 我们活着的时候 多么鸦当之开始 我们活着的时候 就unkan 感谢观看